前中原院院長李遠哲 表示民進黨執政腐敗的比過去快 他也批評 民進黨二度執政過後 台灣社會卻是向下沉淪 之前還傳出李遠哲和蔡英文 曾經談過《2050》近零轉型 蔡英文卻回應2024之後 不管他的事 其實有這回事 而且是那時候 記得報紙上也登過 有登過 是 然而政府對此的回應 卻是牛頭不對馬嘴 李遠哲說他們的規劃有問題 結果政府則說他們有在做事 正所謂努力最怕方向不對 有做事也不代表做對事 如果位居總統大衛 所規劃的政策藍圖 沒有辦法為社會帶來長久效益 甚至有卸任及不負責任的想法 那就是辜負選民的期待 浪費全體國民的時間和血汗錢 蔡英文和民進黨忘記初衷 為利益不為民意 決民一定要用選票給予他們教訓